俄罗斯警告美国,别人的事儿我不管,但你们敢动,我就敢打。 2018年6月1日7点10分。巴皮观察室。我要报错。 之前,波兰官方表示,愿意出资金20亿美金,作为美军来波兰驻军的条件。 帮助美国在波兰建立军事基地。希望美国可以充当波兰保护神的角色。 针对波兰的官方表态,俄罗斯的总统秘书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在28日的时候做出了说明,波兰方如何决定,那是他们的事情。 但是如果美国真敢答应,来波兰建立军事基地的话,俄罗斯将会视此行为为挑衅,将给予严厉打击。 这也难怪俄罗斯的态度如此不好。 毕竟现在北约和俄罗斯还处于敌对状态,随着北约的不断扩张,已经有逐渐逼近俄罗斯边境的势头。 如果直接和俄罗斯碰到一起,那势必会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争斗。 而且这次波兰还是主动要求的,这怎么能让俄罗斯不弃?我防住别人还不够,你还专门给我找事儿吃半子。所以直接放话,把事情掐灭在苗头起来之前。 对此,美国尚未表态,不过我想这事儿又有得扯皮了。 multin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الن 두 코리 那么 他 突然